好 再来看到2020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 在花莲文化局园区热闹的开幕 那么在活动期间呢 举办了一系列的手工作坊 那么石雕研讨会以及艺术讲座等等的精彩活动 两年举办一次的第十二届 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 石动漫播 迈入第25年 今年活动核心项目 户外冲作营 将为期一个月持续到11月22日 邀请共16位国内外石雕艺术家参与 而今年特别增设体验课堂 邀请民众透过导览 近距离欣赏了解石雕艺术的制作过程 我们的户外活动特别增加了一个民众体验区 然后我们就是在户外创作营现地的附近 我们可以让民众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 我们现场会有噪音 会有粉尘 会有日晒 会有雨淋 那其实一切的一切我们就是在模拟 大家可以在户外这个地方去体验石雕家的日常 这就是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 那这就是有别于以往户外创作营 就只有石雕家在工作这件事情 那所有的课程跟课程的报名方式 都会在2020花年国际石雕艺术季 这样的一个官方网站 或者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上提供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 然后甚至于说家里面的老人家可以一起来这个现场搜索 有别以往的户外创作营 此盘逗过导览 让民众自身在噪音粉尘 实际感受日晒雨淋的石雕过程 我觉得这一次的作品可能颠覆了我之前的一些想象 以前的那些作品可能对我来讲 它就只是一个艺术品 然后直接就是会直接就是注立在它现场 然后直接就是开幕的仪式这样子 就是直展示 那可能透过这一次我们真的实地了 来做一些看访之后 然后跟这些创作家艺术家来做深度的一些了解 会让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是感动的 当天导览完之后 也安排石头彩绘体验DIY 让民众在了解石雕加一颗一颗的故事后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将自己心中对华联的印象或心得 要拦在石头上 记得讲帮演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